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 不管短期对美国经济是好是坏 他必须在贸易问题上挺身对抗中共 因为美国已经被中共骗了几十年 而从上星期以来 川普政府接连在香港的议题强硬的发声 明确的把贸易战挂钩香港的民主 国务卿的蓬佩奥则提出了 贸易战将在明年11月的总统大选前就会解决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在白宫接待 罗马尼亚总统伊尔哈尼斯时说 不管短期对美国经济是好是坏 他必须在贸易问题上对抗中共 因为北京几十年来一直在欺骗美国 CNBC报道 周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纽约出席私人午餐会时 告诉现场的企业领袖与经济学者 美中贸易战会在明年11月总统大选前结束 出席参会的经济学者摩尔告诉CNBC 蓬佩奥认为双方可以在大选前达成协议 但近期内要立即谈成协议仍然存在障碍 近一星期以来 川普总统多次在推特发文关注香港局势 美国政府五巨头接连在香港问题上强硬发声 将贸易战与香港民主挂钩 19号副总统彭斯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德洛和国务卿蓬佩奥 重申川普说法 如果香港发生暴力镇压 美中要达成贸易协议的难度更高 我们正面前面的谈谈和中国 他们继续在未来的周期 但为了美国会发生了一交参与中国 Beijing需要享受的决策 开始由中国的决策 制成为1984年代的匿題 争获得了香港的立法 通过了其中处的联合 15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也对中共处理香港问题发出警告 他说美国国会不会做事 北京一旦走错一步 将会让美国国会出现爆炸性反应 新唐人亚的电视 叶恩杰编译 叶恩杰编译